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汤是用猪骨头 禁骨 一般是选择禁骨这一部分 为什么选择禁骨这一部分呢 因为禁骨这部分骨头它里面有骨髓 我们在熬制的时候 除了把骨头上面的肉熬出味道来 同时要把骨头里面的骨髓都要熬出来 这样它能增加汤的味道 还有真正的部分就是营养 我们还要加一定量的鸡骨 那么说这个汤呢 经过第一遍呢 一般就是要咱们说抹一下 然后烧开了以后 把这个骨头捞出来 把第一遍它倒出来 然后把这个骨头呢 经过用小毛刷 刷得相当干净 然后呢 这个一点的这个砸末啊 杂质啊 血水啊 全部去掉 这样的话呢 再重新放入锅里面 放入干净的水 然后再去熬制 一开始大火 大火呢 把这个 把那个汤烧开了以后 然后呢 再把这个火放到小 一般那个小的什么程度呢 最好是 开始是三分之一的火苗 然后呢 开到一两个小 两个小时以后 再都是四分之一的火苗 这个火苗呢 是若有若无的那种感觉 一直呢 上面有点微微的滚动 我们叫炖 这个炖的过程呢 就是功夫 第一 要不停的熬制 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营养全部都熬出来 第二呢 还不能让它糊了 这样呢 这个过程呢 就是 最重要的过程 要 长 慢 然后呢 它叫细火嘛 它叫温火 出功夫 一般是要经过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呢 基本上 就会把所有的骨头的和肉 里面的这个营养和味道 全部熬出来 然后 12个小时以后 把火关掉 用那个漏勺啊 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 熬烂的肉 炖细的这个 这个肉片 还有这个骨头 全部都熬出来 过滤出来 这样呢 剩下的 就基本上是纯净的汤了 这个汤里面包括这个肉味 然后呢 菇水 然后呢 菇汁里面的 所有的味道都出来了 同时呢 因为 所有的骨头和肉呢 都会有部分天然的 带着的油脂 这个油脂是飘在上面的 所以是呢 必须 第一步就是功夫 要把这个 除了骨头以外 要把这个油脂 全部撇干净 这样呢 不会显得油腻 另外呢 比较健康 留下的 才是我们真正要用的 豚骨汤 然后这个 底汤熬好了 最重要的熬好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 和这个病动的一部分 那就调味 一般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 纯粹的这个白汤 那么说就是说 我们 保持这个汤呢 是白色的 不变样 然后呢 加的味道 比如说就是 盐味 米苓酒 然后呢 让这个颜色不变 然后呢 把这个味道 调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会吃到 就是 猪骨汤 没变味 但是呢 咸度是有了 所以说呢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呢 你比如说 还有人喜欢吃这个 咸味的 稍微味道 那就是酱油味道 一般来说呢 都是你要 单独根据自己的口味 调制出来 放在一边 然后你需要什么味道 就加入这个底套里面 才能形成一个 就是不同的面的风格 再就配上这个 面的这个 这个粗和细 煮的时间长和短 来增加这个口感啊 然后种类啊 然后再加套品呢 不同的选择啊 才能形成一个 能拉满目的 各种拉面的风格 所有该做的 准备都准备了 准备了 准备的底套 准备好了 然后呢 水是滚的 然后呢 套品呢 也应该是时间准备好的 比如说 叉烧啊 都煮好的 鸡蛋也是煮好的 水呢 也是切好的 然后呢 葱花呢 葱丝呢 也是要切好的 鱼片也是要切好的 然后 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 那我们开始 剁 真正的剁这个拉面了 剁拉面呢 把面打开以后 量 一定要是 预先分好 然后放在这个锅里面 现在的锅呢 是滚的 滚动的 然后温度 温度适中 然后我们放进去以后 最主要的 要是控制一个timing timing呢 我们根据这个面的这个 粗细 还有它的这个种类 我们用的一些一种 中等的鸡蛋面 然后定一个时间 这个面呢 我们定位是两分钟 一旦按下秒表以后 放进去 把它搅匀以后 就用大火 快弄火了 叫做煮两分钟 这个两分钟 一旦秒表 到了时间以后 我们必须把它提出来 根据科技 根据呢 每个人不同的口味 你可以如果说吃的 比较软一些 比较滑一些 可以多煮个15到20秒 不要超过30秒 超过30秒呢 它这个就是说过于这个软了 那种拉面的味道 就会体现不出来了 如果说口感吃的再硬一些 这个面的这个筋到现在大一些 可以煮的1分45秒 这样的话 你说哎呀吃面这个 这个筋的 不要大 不要丑劲 所以我们煮的呢 基本上是2分钟 2分钟呢 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然后呢 你就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呢 要把那个水呢 完全甩干 把那个多余的水甩干了以后 然后倒进汤里面 才不至于这个水味 把这个汤味冲淡掉 这时候呢 你再去加这个topping 加这个topping呢 你要先放叉烧 然后叉烧呢 这个接入热汤 然后慢慢的有融化的感觉 然后再就是糖心蛋 然后再就是放猪笋 然后放这个油烟片 木耳 葱丝 然后再就是海胆片 你自己吃的时候呢 把量掌握好 这就不飞了 哪里 没有不飞 还不飞 呀 小葱 这真的 是 这 那 感谢观看